然後我們來做一下練習 第一個 夾以兩杯的濃度一樣 體積不一樣的 酒精 測量質量跟體積 請問你 一杯酒精的 體積是多少 基本上 濃度一樣的意思就是它的密度是 一樣的 所以夾的密度就是 你的密度 那麼 所以比例會一樣 所以前面的V分之間 要等於後面的V分之間 你剛才也可以把甲 撞完再加到宇宿做也可以 那你怎麼想 它開心就好 步驟怎麼都 意思其實一樣 只是步驟寫起來感覺不太一樣而已 反正我們直接帶一步 甲的撞馬跟宇宿馬 撞在結果是一樣的 然後就開始做數學 好 困難的數學算盤答案是B 好 答案是B 就是這樣做 OK 好 可以嗎 很好 換各位 阿福色鐵塊 A跟B 得數據如下 請問你算B的體積 請問你算B的體積 2號你不整個簽喔 你已經看錯了 我看錯了嗎 那剛才2號是哪個號 隨便 31 31號 你答案是C 好的答案選的是C 對 就是一樣 跟它一樣 就是密度一樣 兩個密度一樣 所以算出來的V分之量都一樣 體積分之質量都一樣 所以左邊會跟右邊一樣 誰面的V分之量等於後面的V分之量 用一個非常困難的數學算出來 叫做 50 所以答案就是C 好 16 呃 糊調 但是意思一樣 剛還是求體積 現在改成求 質量 但是想法是完全 一樣 完全 只是那個位置數的位置 不太一樣而已 其他都一樣 這裡 老狗也變不出什麼心把戲出來 好 這個人叫做 剛還是男生嗎對不對 No.5 P.5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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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答案 蛤 蛤 你選豬喔 OK 請坐 P.5號 好 好 想法是一樣 同樣的東西密度是一樣 所以D給V分之量 體積分之量是一樣的 所以左邊跟右邊算出來答案 V分之量答案是會一樣的 然後呢 就認真努力的算數學 這個算出來是1260 所以答案就選豬 想法很單純 就是我們剛才前面教過的 計算公式叫做D給V分之量 想法就是同樣的存物質有相同的密度 不同的存物質有不同的密度 就可以把它解決掉 這就是我們的做法 可以嗎 可以 V分之量 V分之量